各位電影師妹,你們好啊 我們又開始今天的《適經》的直播 我們繼續講到聖靈充滿 而我們講到基督徒在當我們幫助人靈命的時候 我們幫助他什麼呢? 首先就是幫助人深信神的愛 然後就教訓人遵守耶穌所吩咐的 教訓他遵從神 然後就輔助他們的靈命 而這次是講到祝福和幫助基督徒去侍奉神 其實我不是整體講完所有幫助人靈命的地方 因為其實我們的內容裡面很多都有講到的 我是講出一些要點的 那經文就是馬歐夫人9章41節 那裡講到 我们第一就是帮助他深信神的爱,清楚得救 因为这些部分我们之前讲过的,帮他怎样清楚得救和清楚重生 也帮助他怎样去亲近神,怎样去继续亲近神,看圣经祈祷,得力 怎样保持与神的关系,怎样回应圣灵的感动,这些之前我们也讲过的 然后我们就会有这个,就是有辅助人的心,我们是原意去建立任何人的灵命,他跟神的关系 然后我们也祝福基督徒,神是喜悦的,我们今次的经文就是说 因你们是属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 就是圣灵充满激励我们去帮助人的灵命 就算一杯凉水,我们将一杯凉水给人,都不能不得赏赐 何况我们帮他们去爱主,跟神有坚固的关系 去遵从神,去侍奉神 同时我们也告诉他们,当他们信了耶稣之后 他们帮他们清楚得救,悔改,信靠耶稣做救主 是深信,当他们知罪悔改的时候,神是一定赦免的 他继续信靠耶稣做救主,然后他遵从神的时候,神是很喜悦的 神是会祝福祂的,他继续祈祷祝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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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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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其他有很多地方是有很長的聚術,有些部分是有強的靈修性,但不是全部都是 所以我們鼓勵他看聖經,建立與神的關係,回應聖靈的感動,參加教會,再會建立靈命 但我們都開始告訴他,當他們願意去祝福人的時候,當他們願意去做在基督徒身上 因為你們屬基督,就將一杯水給他喝,這個人就不能不得賞賜 做在基督徒身上,神就會好起,神就會祝福 所以我們就鼓勵基督徒,當他信了主之後,就開始祝福周圍的人 其實這件事不一定要等很久的,他就是去鼓勵他們,去接納他們,去欣賞他們 也都是去傳福音,去救人的靈魂 做在不信的人身上,想他們得救,神也是喜悅的 這個就是我們從起初去鼓勵他侍奉 就是馬可九章四十一節所說的,做在別人身上,這個就是侍奉了 去榮耀神,去侍奉神 就是有他初信主耶穌,我們就開始告訴他 你現在得救了,你現在有耶穌的救恩了,你就開始祝福別人 你去關心他們,你去告訴他耶穌多好,你自己有多親近神 那麼你就會能夠,越初親近神,就越經歷到神的同在 越經歷到神的同在,你就會可以跟人分享,神怎麼祝福你 那麼就可以建立他們的靈命了,神就歡喜了 就是說我們從初信的時候,就開始幫助人 去發揮他們的生命,去祝福別人 那麼有些人就覺得這個要等很久很久 其實呢,在初信的時候呢,他們更加有影響力的 更加能夠影響周圍的人 其實教會很多時候增長呢,是初信的基督徒帶人回來的 那為什麼是這樣呢?因為初信的基督徒呢,他們就有很多未信的朋友 那些未信的朋友呢,是知道他之前生活是怎樣的 所以周圍的人呢,都未曾將他們,就是好像抗拒了 因為基督徒呢,有時傳福音多呢,有些朋友是會抗拒了 就是知道我們會傳福音,所以就不會那麼接立我們傳福音的 有些就會信了耶穌,有些就不接立了 那但是初信的朋友呢,他們就,他們認識周圍的人 多數都未信耶穌的,還有呢,就很多時候都未知道他改變 只是看到他以前的生活是怎樣的 那由後來,譬如他真的改變的時候呢,他告訴他們 耶穌怎樣現在祝福我了,那他更加能夠影響人的 我自己在初信的時候呢,都帶了很多人信耶穌的 那我也都觀察到,在教會裡面有初信的人呢 他們更加,如果他們熱切,熱心呢 是更加容易帶人信耶穌的 那所以我們就不要小看這件事情 不要小看初信主的基督徒,祂能夠為神做的事情 一信耶穌就告訴他,當你這樣做,做在別人身上 神就很喜悅的了,神就很歡喜的了 神就會欣賞你,就會提升你的生命 會祝福你整個生命 神也都會賞賜你的 你的生命就會提升了 那去鼓勵祂呢,祂就會更加有動力改變了 那所以我今天說的要點就是,趁一個人初信的時候 讓他看到神的尾線 那尤其當我們經歷聖靈的人呢 我們可以幫祂祈禱聖靈 那當我們幫祂經歷聖靈之後呢 他會看到,哇,神很真實的 他會更有動力去告訴他的朋友 哇,神是可以經歷的,神可以帶來平安喜樂的 神可以安慰我們的心,又叫我們睡得更加好的 那他跟那些朋友說的時候呢 然後跟著他就可以帶出福音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傳福音的時候的策略 的策略就是可以善用初信的人 即時去更新他們,即時改變他們 就是我見過很多初信的人呢 他們的心是比較多比例是比較火熱的 那為什麼呢?因為他剛剛改變了 那當然也都看他信主的過程是 就是幫助他的人 有沒有幫他們看到神的微善呢? 有些人呢,他們不是很看到 就是他初信的時候,不是很看到神的微善 而帶他信耶穌的人呢 也都不是很有強烈的生命的表現 就是帶他信耶穌的人 都不是很大的平安喜樂呀 動力呀,那他帶的人信耶穌呢 那些人都會好像他那樣更新不大 因為他們所說的說話呢 不會全面性說到神 只是說到怎樣得救 或者甚至有些都不是說怎樣得救 只是說你信耶穌這樣 就是叫祂你做些什麼做些什麼 那祂就不會很看到神是很豐盛的 但是當我們的生命是豐盛的時候 我們帶人信耶穌呢 我們就會更加說給祂聽 神多好啊,神祝福我啊 我現在睡得更加好啊 我整個人靈命更新啊 我呢,就開心很多啊 我呢,病得醫治啊 整個人的情緒又好了很多啊 這樣的時候呢 他向人傳呼音呢 就更加有影響力了 所以我們在聖靈充滿之下 帶人信耶穌和幫祂成長呢 是很不同的 跟普通人 就是有些人 他本身的靈命還沒更新的時候 全部都是很不同的 那我都希望大家呢 自己的靈命更新 時時經歷神的工作 滿有聖靈的能力 那當我們帶人信耶穌的時候呢 都會全面性告訴他們 神可以怎樣祝福你 神可以大大提升你的生命 既然我們為祈禱 他們都經歷神的作為呢 他就更加對神火熱的 那尤其如果他 譬如在他信主的時候 已經經歷聖靈的臨在 我有些人帶他信耶穌 我就跟他按手祈禱 他即時感受到神的平安喜樂 他那個 他就會對神的看法很不同 很不同的時候呢 他就更加會熱切的 去告訴別人神多好啊 神怎樣捉摩我的心啊 那譬如我們 這兩個星期的聚會 在星期日下午的 時奉操練課程 一次就有一個人 開始講謊言 另一次就是有一個人 剛剛昨天就充滿喜樂 笑了很久很久 那這個都是神去 神的強烈同在 當我們多親近神的時候呢 神可以帶來越來越強烈的同在 那這個是我們希望可以更新更多人的靈命的 那更新了靈命之後 去傳揚呼音 傳揚呼音之後呢 立刻講給人聽 神可以怎樣祝福你 又幫他經歷聖靈 然後就講給他們聽 那你去講給你的朋友聽啦 神怎樣祝福你啦 甚至也可以訓練他們為人按手祈禱 我們不要以為初信的人 不可以為人按手祈禱 只要他身上沒有邪靈 他肯去親近神處理生命 即是即時我們教他這些 怎樣信靠耶穌的美善 立刻信靠耶穌 親近耶穌 從耶穌得力 然後呢 就多去經歷聖靈 全身愛慕神 神的能力在他身上 那就可以在教會呢 幫他操練 親近神 操練 怎樣可以經歷聖靈的臨載 那他可以開始 在教會練習 為人按手祈禱 然後呢 就分派他們出去為人按手祈禱 那這個靈命的改變 就是他就會影響其他人 他的生命就可以提升 他一信耶穌 立刻為人祈禱 立刻呢 可以帶領人 可以影響人 那他呢 就會對於耶穌更加熱切的 好 那我剛剛所說的 大家有沒有些什麼問題 或者回應呢 我想問 怎樣鼓勵他們讀聖經 讀聖經 我們就是 我們之前呢 講到讀聖經的時候 都有講到的 就是時事告訴他們 聖經很多應許 聖經應許 神會做什麼工作 那我們觸實那些應許呢 神真的會做的 譬如說 耶穌會將平安 喜樂賜給我們 我們真的發現 真的會有的 我們發覺 神的其事 除了我們的 可以為人祈禱 譬如 如果我們在聖靈運作的教會 我們為人祈禱 他看著那些人經歷聖靈 我們就說 聖經所說 醫好傷心的人 安慰一切悲哀的人 神真的這麼真實 就是聖經有這麼多應許 而聖經還有很多應許 當你愛神 神就祝福你了 凡事祝福你了 這些都是聖經的應許 你看的時候 可以認識神 耶穌來到世上 將天父彰顯出來 祂的說話 祂的行動 祂還有給我們的應許 你明白這些時候 你會認識神 得到這些應許 你就會信心堅定 你就會更加成長 就是讓祂知道 神是多麼好 神那個美善 能力多麼好 你看聖經就會明白 並且會得到這個能力 去祝福別人 是 我想回香港的時候 爭取這個時間 向家人傳福音 但我也遇見了一個位置 就是可能他們會覺得 相信耶穌可能都是一生人的決定 那我就想問一下 我可不可以用這個方法 你覺得可不可行 或者你覺得有沒有什麼評論 就是我可不可以鼓勵他們 譬如說 譬如我會留在香港一個月 或者這兩個禮拜 你不要再去拜其他的神 我們一起信耶穌 看看你的生命有什麼改變 就是叫祂 commit了 譬如像簽約 不要簽一輩子的約 你簽約兩個禮拜也好 或者簽約一個月也好 那讓他去看看 順帶是他的生命 怎樣的工作 然後他可以慢慢去掉下 其他他覺得是偶像 你覺得這個方法 有沒有什麼 可以留意 或者可不可行 謝謝你 我就覺得 不要用這個入手 為什麼不要用這個入手 因為 他根本沒有動力去改變 我們凡是改變人 我們想他有動力改變 那個動力就是告訴他 神多真 神如何祝福人 神如何幫助人 我們如何經歷到神的祝福 你想不想得到這些祝福 因為這個對他有幫助 人是會更加接受的 我們第一叫他改 這個我們要 當我們熟悉律法和恩典 我們就會知道 你叫他改 這個是屬於律法的 我們告訴你 神可以為他做什麼 這個是恩典的 你分不分得到 我明白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 叫他先經歷兩個禮拜 恩典一個禮拜 恩典 但是你第一叫他做 你第一叫他做 那他沒有動力去做 不是第一去做這件事 而且他做這件事 他未必會經歷到神的 明白 他經歷神是 告訴他 神是可經歷 我自己如何經歷過神 很多人如何經歷過神 我明白 而當我們祈禱的時候 你可以經歷到神的祝福 你想不想 這樣 我們這樣去 讓他看到耶穌可以真實祝福他的生命 然後他自己願意去放下這些 那是會更加好的 我就會這樣的 嗯 我 我不到他清楚 我不會讓他放下 因為他根本 就是叫他做一件很難的事 他一輩子都跟從這件事 我們要明白這件事 如果他說 所以我們在起初的時候 我們不只是說 你不是邀請他 你只是信耶穌 不要信其他偶像 那麼他 他未去到那個位 他不會接受的 但是我們可以告訴他 神這麼大祝福你 他是很真實的 那麼他有很多聖經證據 證明他是神來的 那麼你想經歷神的祝福 然後我們為他祈禱了 他願意 那麼他經歷到了 那麼我們就問他 你看到神是否多真實 那麼你想神繼續祝福你 他說好啊 我想啊 那麼我們就解釋福音給他聽 但是解釋福音的時候 都不跟他說 他要拆偶像先 為什麼呢 是當他祈禱 他經歷到神更大的工作 他解釋給他聽 清楚得夠了 那麼然後我們先去解釋 因為他 就是真的他看到神的尾線 他想信靠耶穌 然後先叫他改變 就是這個就是 恩戀先然後先到律法 就是叫他改變是律法來的 恩恩恩恩 就是你想像 你用一個 就是 切身處理的想法 他一輩子都敗開的 他怎麼會 未曾有經歷之前 他就會放手呢 恩恩恩 多謝耶穌斯 他們沒有改變 先你這個答案改變了我 謝謝 好好 感謝主 好 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的 就是我這個的 就是說 幫助人靈命的這個 這個方法呢 就是說 讓他看到神的尾線 讓他看到神可以經歷 然後 帶他信耶穌 帶他信耶穌之後 幫助他怎樣去親認神 神怎樣去祝福他 神是很真實的臨在 然後開始就 告訴他 你可以為神做任何小事 做在弟兄身上 做在不信的人身上 神都喜悅的 那你這樣做的時候 神就會大力祝福你 這樣我們就可以去 鼓勵他一初信 立刻 善用聖靈在他身上工作 一初信的人 他初頭沒有聖靈 忽然間有聖靈 通常來說 是會 比較多些 會即時經歷到神 更大的平安 喜樂力量的 初信的時候 而保持是非常重要的 有些人就 他不知道帶人信耶穌之後 保持很重要 他就由得他 每個禮拜回崇拜 其實崇拜不是帶一個初信 或者未信的人去的地方 最有效的地方 我不是說不帶他崇拜 而是我說最有效的地方 可能是一對一或者小組 去幫他的靈命先 當他有了動力 他才參加崇拜 那也都很看過教會 崇拜的模式 如果那個教會的模式 是會很多時候說到 神怎樣祝福我們 我們怎樣建立跟神的關係 神可以來臨在我們身上 祝福我們 那這個對於初信的人 是會更加容易接受的 更加有幫助的 但有時候有些教會 他們說的道是 是給一些去了教堂很久的人 說一些跟他們 信仰生命是沒有直接關係的 是說一些 聖經裡面一些道理 或者一些故事 那他聽起來 他未必有幫助 那他就覺得 哇,回崇拜這麼悶的 所以我自己覺得 當有人初信的時候 首先跟他一對一去查聖經 或者一個小組去查聖經 然後才解釋給他聽 崇拜去敬拜神 去學習神的話語 是會幫我們一步一步去明白神 也是一起集體的敬拜 也可以幫我們去認識 有機會去認識其他基督徒 去祝福其他基督徒 讓他知道回崇拜的重要性 所以才帶他去崇拜 那有些人呢 只是帶他未信的朋友 去崇拜 他未必會想信耶穌的 因為他聽的道 根本覺得跟他很遠很遠 OK 好,還有沒有人有問題想問 好,如果沒有的時候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求主賜給我們信心 我們幫人經歷聖靈 我們自己經歷聖靈 我們幫助人經歷聖靈 然後提升他的生命 那人的生命可以很大的提升 可以站起來放鬆的人 投入 讓聖靈更大的臨在我們身上 親愛天父 多謝讚美你 神你是美善的 你極度美善 你極度美好的 你好愛我們 我們全心感激你 讚美你 主呀我們專心數算你的恩典 我們想想神你在我們身上做的奇妙工作 我們想想神你創造的奇妙 你創造我們身體的奇妙 你創造各種食物的奇妙 聖靈感動我們的奇妙 聖靈怎樣感動我們 改變我們 是真的非常之奇妙 我們心裡非常之感激著你 我非常之愛你 喜悅你 歡喜你 神你真美好 神你真美好 我就全心全意 跟從你走你的路 求主賜給我們信心去全陽福音 並且更新初信者的靈命 幫助他們真心愛耶穌 真心親近耶穌 遵從耶穌 走神的路 還有幫助他們經歷聖靈的工作 當人經歷聖靈工作的時候 就知道神的美善 知道神的美好 他們就更加願意去聽神話 更加願意去榮耀神 去全陽福音 和為人祷告 主要求你的聖靈 臨在我們身上 賜給我們聖靈的同在 聖靈的能力 聖靈的更新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主耶穌 我們多謝你 主耶穌 主耶穌 愛我 主耶穌 愛我 愛我 主耶穌 有聖靈 告訴我 多謝天父 神你好愛我們 我們渴慕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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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渴慕神 你淪在我們身上 渴慕聖靈充滿我們的心 更新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經歷你的平安 興省 喜樂 多謝天父 多謝耶穌 愛你們 睡靈靈 聖靈 聖靈 充滿我 愛你 愛你 非常 要愛你 聖靈 庸靈 讓 mnie 眼 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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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靠四年 重溫我心 善靠四年 四方航 善靠四年 勇发我心 善靠四年 改变我 主帮我们爱你更多 当我们爱你更多 你在我们生命中 就做更大的工作 主耶稣我们全心爱你 真心爱你 耶稣我爱你 耶稣我爱你 我归拜你面前 赞美我敬拜 我们的王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我们爱耶稣 又是好受耶稣 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 耶稣我爱你 我归拜你面前 哈利路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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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谢天父 哈利路亚 我们每一个心爱慕神 打开心门 欢喜神 神的同在 更加容易 临在我们身上 更加容易 经历平安 轻省 当整个人 放松 一路爱神 欢喜神 神更加容易 临在我们身上 便会赐给我们力量 主耶稣我们全心爱你 我们全心依靠你 我们全心感激祢,欢喜祢 求主更新我们的生命 让我们时时被祢的爱改变 被祢的爱吸引 被祢的爱更新 神祢时刻爱我们 求祢更新我们的生命 多谢天父,多谢耶稣,感谢耶稣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哈利路亚,哈利路亚 赞美耶稣,赞美耶稣 哈利路亚,赞美耶稣 我深爱祢 多谢主 大美主有神真好 我们欢喜祢,我们享受祢 我们喜欢祢,感谢天父 主我更靠祢 主我更靠祢 我们好像挨着耶稣 尽我心 尽我心 以我灵 主我更靠祢 以爱更终我 我心 将我更拥抱 我只录你 以恶全力 我只录你 我只录你 只录你 主我更靠祢 主我紧靠祢 尽我心以我力 主我紧靠祢 以爱感动我心 将我拣拥好 我只归祢 属于祢 我只归祢 只归祢 我只归祢 属于祢 我只归祢 我只归祢 主多谢祢 当我们真心爱祢 亲近祢 求祢 神祢一定喜悦 神祢一定祝福我们 祢会提升我们的生命 主要求祢更新我们 让我们深信神祢的大能 神祢的大爱 时时活在你的同在之中 也可以更新别人 提升他们的生命 当我们带来信耶稣 就训练他们令命更新 多谢天父 赞美天父 感谢天父 来奉主耶稣的圣名 阿们 当我们不仅是那些初信 总之在教会里面有任何人 任何基督徒 他们愿意听我们的说话 愿意全心爱神 我们都可以去鼓励他们 去亲近神 经历神的工作 神这么真实 神就会更大提升祂生命 让祂的生命被改变 任何人 当祂开始给神使用 祂就会发觉神更大祝福祂 祂会更有动力的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